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梦 2015年12月31日 罗振宇在北京的水利坊 举办了第一场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 当时售价4万元的20年年票 上线仅几个小时便被抢购一空 那年的朋友圈工作群 不管是求知若可的年轻人 还是公司的大小领导 都在谈论着罗胖和他的名言 毫无疑问 这场演讲拉开了知识跨年的帷幕 罗振宇和他的思维造物 收割了第一波知识付费的红利 爱瑞咨询更是把2016年定义为 知识付费的元年 紧随其后 一大批的知识大V 前赴后继的开课演讲 知乎分达喜马拉雅等平台 也都纷纷入局到这波时代的潮流中 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 罗振宇 樊登 吴小波和李善友 那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 知识付费这四大天王 近十年的跌宕起伏 今年的跨年演讲前夕 罗振宇结束了一件 坚持了十年的小事 罗胖60秒 在过去的十年中 他每天早上六点半 都会在罗继思维 微信公众号上 推送一条60秒的语音 他给自己的要求是 一懂 深刻 有趣 有料 一诺十年 他做到了 2014年靠着大火的罗继思维 罗振宇成立了思维造物公司 并持有30.35%的股权 随后的几年 思维造物先后推出了几个明星产品 像是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 得到爱普 得到大学等 个人IP的爆火 让罗胖看到了商机 于是他又引入并孵化了 薛兆峰 湘帅 吴军 刘润等 新的知识大V 将他们及其课程 打造成了新的IP 时事造英雄 2019年得到平台上的各位讲师 都赚得盆满钵满 五分钟商学院的刘润 分得3784万 北大经济学教授薛兆 分到近3000万 罗振宇2019年 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 光电视播出版权就以2050万的高价 卖给了深圳卫视 线上版权又以700万卖给了爱奇艺 加上门票和广告收入 这么一场活动 他赚了4000多万 这一年 四维造物的年收入近6.3亿元 净利润1.15亿 面对市场的一片大好 自2020年9月开始 罗振宇便带着他的四维造物 三次冲击IPO 试图摘下知识付费 第一股的桂冠 然而知识付费的热度 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随着资本寒冬的来临 人们不再相信 风口来了 猪也能飞 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 整个市场明显降温 而过于依赖个人IP 也导致知识付费的发展 受到局限 越来越像粉丝经济 比如2020年 四维造物有近1亿的收入 是由罗胖贡献的 2021年受疫情的影响 跨年演讲虽然没有门票收入 但他在得到上的课程收入 也有至少1.2亿 这就意味着 一旦脱离了罗振宇的个人IP 四维造物的财务状况 将大不相同 与此同时 一大批知识博主的崛起 市场上内容同质化泛滥 新产品对用户的长期吸引力不足 缺乏深度 变现难 尤其是付费产品 付购率低等问题的逐一暴露 导致了四维造物的发展 遭遇瓶颈 七次更新招股书 三次被终止审核 折腾了两年时间 罗振宇终于为自己的上市梦 按下了终止键 记得2015年第一次举办跨年演讲时 罗振宇说 做跨年是为了洞察最深的本质 那一年政治双创热潮 他拆解各种最热门的经济与社会现象 展望未来的商业趋势 点燃了无数人内心的一把火 如今七年已经过去 当移动互联网红利退去 疫情之下 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 跨年演讲也开始逐渐鸡汤化 不过既然约定了20年 还是期待未来有一天 可以再次看到 那个回归了初心的罗帕 吴小波最先被人熟知的是 财经作家的身份 从2001年开始 他先后出版了大败局 激荡30年等商业财经书籍 与腾认合作出版的腾讯传 也让他获得了包括马化腾在内的 一众顶级企业家的认可 与罗振宇试图打造多个IP 让得到全面开花的路子不同 吴小波选择更传统的模式 做大吴小波这个个人IP 然后开始线下活动 线上带货 甚至还创建了个人的品牌酒 吴酒 总之呢 一句话 有了名气 干什么都赚钱 2016年吴小波也做起了跨年演讲 随后的5年 吴小波跨年演讲的现场观众人数 从1000人攀升到了7000人 最便宜的票价 也从1280元涨到了1980元 而最高的VIP票价 则达到了12800元 而作用400万粉丝的吴小波频道 每年的一大笔进账 来自于频道的会员费 普通会员呢 是180 起头家会员 则高达49800元 其实起头家这个名号呀 还是吴小波发明的 顾名思义 既是企业家 又是投资家 当然 这么高的会费 可不会白交 这类高端会员呢 可以获得 吴小波的独家音频 及直播课程 尽管被称为 最赚钱的财经作家 但是吴小波的A股之路 也略显曲折 早在2019年3月 全通教育便筹划 以15亿元 收购吴小波旗下 890公司96%的股权 不过半年之后 这笔交易便终止了 从吴小波到罗振宇 A股不喜欢自媒体 仿佛已经成为了公认的魔咒 行业人士分析说 作为一个上市公司 它的盈利能力 应具备可持续性 而个人属性强烈的自媒体 其实没有投资价值 因为人在 自媒体在 比如李子柒 粉丝追随的是这个人 那么他随时可以另起炉灶 收购就成了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 并且投资的初心是为了发展壮大 深层次来看 个人属性鲜明的自媒体 更适合做小而美的事情 自得其乐 就算给自媒体一个亿 他又能拿去做什么呢 事实上 大多数自媒体 恐怕都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自媒体本身 就很难实现指数级增长 正所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这也是为什么 自从证监会碰壁后 吴小波便把频道APP 悄然改名为 890新商学 和罗振宇一样 吴小波频道 也在试图去吴小波化 上市之路道足且长 目前来看 吴小波还没有放弃 他已经开启了独立IPO的道路 樊登和罗振宇同样都出身央视 罗胖是制片人 樊登是主持人 年轻时 樊登曾经花20块钱 买了一本书 叫《疯传》 这本书要讲的是 如何通过网络快速传播 利用传媒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受此启发 樊登也想要通过网络 来分享书本知识 2013年 他尝试建了一个微信群 在群里讲书 愿意听的人付费进群 第一天进来了500人 第二天就进满了两个群 于是他干脆 做了一个公众号来推送 这就是樊登读书会的雏形 樊登认为 如今人们对于阅读 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强 但是很多人确实没有时间读 或者效率很低 他就想把自己读过的书 讲给他们听 从而帮更多人养成阅读习惯 通过知识来改善自我 这其实也是我最初 做小梦读书 这个频道的初心 那再后来呢 樊登的会员越来越多 公众号和微信群 都难以承载讲书的功能 樊登读书的APP 就正式上线了 与逻辑思维的运营模式不同 樊登从一开始 就推行付费模式 而会员的增长呢 除了口碑相传 还主要依靠代理商们 在各自的朋友圈迅速裂变 由于代理利润丰厚 樊登读书的代理商 仅用一年就遍布了 全国30个城市 而随着短视频时代的到来 樊登抓住了这波红利 最终在抖音上 实现了矩阵化运作 而这也是罗胖和吴小波 都没有做到的 樊登将自己的视频片段 通过代理商账号 在抖音上进行分发 带动了大批量的数据增长 整个抖音有上千个 樊登账号 然后呢 他又从抖音转到快手 视频号 多平台 高频率曝光 粉丝数累积到上亿 他将个人IP的影响力边界 和变现效率 扩展到了极致 2021年双十一期间 樊登读书一星期 卖出了总计三亿多的会员费 樊登在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 也透露 樊登读书2020年 营收十亿元左右 他在疫情期间 做到了近一倍的增长 世界很大 人生海海 能把爱好变成事业 樊登的人生 怎么可能不精彩 不过樊登读书呀 始终也没有培养出 下一个樊登 对他本人的依赖 有增无减 四大天王中 知名度相对较低的 要数李善友了 他原是库六网的 创始人兼CEO 2011年 他离开库六 弃商从教 回到他的母校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成为了一名创业学教授 任教期间呢 他发起并创办了 中欧创业营 创投营 以传授互联网思维 为己任 办得风生水起 诸多的知名企业家 像是余敏红 张邦鑫 王小川等等 都是他的姻缘 2015年 40岁的李善友 决心再度创业 他意识到 没有一个机构 是专注研究 如何创新的 于是创办了 混沌大学 李善友说 混沌大学 是一所 没有围墙的 创新大学 致力于为这个时代 培养跨学科的 创新人才 他引入了众多的知名学者 企业家 投资人 讲述天文地理 哲学人文 科技互联网等 众多学科 2019年 混沌大学 开始聚焦在线下 开设混沌创商院 专门为中小企业的创始人 和初创团队 提供集中的培训服务 在互联网大时代 知识的传播 早已经不再被 传统媒介所垄断 真正的授业 也不再受传统围墙的束缚 混沌大学 线上线下结合 教育 社区兼备 的确抓住了 教育变革的本质 一时间 响应者重 不过呢 由于李善友本人 多次因为出格言论 被打脸 加上课程良有不齐 服务有缺陷等问题 也引发了外界 对混沌大学的 褒贬不一 如今知识付费的封口 并没有消失 只是悄然在转移 四大天王 虽赢得了上半场 但是从2017年开始 一众的头部平台 芬达 知乎 喜马拉雅 B站抖音等等 纷纷入局 知识付费的战场格局 早已经焕然一新 当然这也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优质人才 投入到这个行业中 其实跟水雪并不重要 好的内容才是王道 对爱学习的咱们来说 这何尝又不是一件好事呢 那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帮忙点赞转发 也请订阅我的频道 2023年和小梦一起 继续读书 继续收获更好的自己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了